坐地铁一号线去中街溜达一圈 人还挺多的 现在已经过了上班时间了 来大宗寿司 给我弟弟买煎便 看看这里边全是狮子 丸子 麻花 蛋糕 各种烤饼 大宗寿司在沈阳挺有名的 里边想吃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前面卖煎饼的 吉林煎饼 我那天买一斤 回去我弟弟说好吃 我这星天特意来给他买 这是花生面的韭菜五一斤 再买点小麦的 小麦的要一斤 还有小米黄豆的再要一斤 还有大枣的要两个 高方的熏鸡的鸡腿 9块9一个给我妈买个鸡腿 还热乎了呢 沈阳最有名的中阶大果 这个是绿豆的雪糕 5块钱一个 和马蒂尔差不多了 我那年去哈尔滨马蒂尔也5块钱 这是中阶冰点的餐厅 今天还没啥意思 没到中午呢 外边太热了 我走累了 然后我买一个雪糕 上来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要不在外边吃 一边吃一边都化了 绿豆的雪糕 我坐在这歇一会儿 外边太热太热了 中阶大果挺出名的 前面有点葡萄干 他家最贵的雪糕15 我买一个5块的 我不饿 我要是饿的话 就吃他家那个肉串 我愿意吃他家的牛肉串 但是不饿 今天早晨 我家吃饭吃的挺饱的 前两天有个朋友 我爸姐又想去沈阳 你给我提供一下景点 真的提供不出来 太阳街没意思 没个看 中间还可以 但是我感觉也没啥特色 你要是去过北京的故宫 沈阳的故宫 我就建议你别花钱进了 我是辽宁 在沈阳 但是真的 我还是喜欢南方 喜欢南方的那种旅游的氛围 而且现在你知道 网上购物购的 实体店不愿意进 就觉得到实体店不会买东西了 所以逛街也没有意思 现在就是吃饭的地方人多 找事人多 还有一个医院人多 今天上午 跟我妈说了半天不同意 同意就拉倒了 我自己出来溜达 那天我买的煎饼 沈阳大东夫吃 然后弟弟吃点 他说好吃 问我在哪儿买的 正老远 他也不能来 我说我给你买去吧 来给他买点煎饼 放零食吃 放零食吃 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烦恼 真的 你别看我每天坐在这块和你们闹 讲的头头是道 我也有 我坐耳朵没睡好觉 但是谁也别问我 家里人看到这个视频 谁也别问我 任何人问我 我都不能说 老王你看到了 你也别问我 问我我也不会说 每个人都有不能跟别人说的事 就是让你很矛盾的事 特别矛盾 其实我对人轻易不矛盾 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矛盾 昨晚也没俩睡好觉 我今天就出来溜着溜着 溜着溜着 你看我满脑子是汗 溜着溜着自己排泄排泄 自己消化消化 但是我也没找到答案 在这个网络上 不是所有的事都能跟别人说 真的 不能把自己扒的 体无完肤 不行 有的事只能自己解决 别人怎么劝也帮不了 歇一会一会我坐地铁就回去了 他家的雪糕真的挺好吃的 你们来沈阳到中街可以尝尝中街大锅 这也算文旅的一个 一个牌吧 一个品牌 我看到那边有广告 最贵的 20块钱 我转过去让你们看 看到吗 我前边那雪糕 20块钱 那是奶油的 肯定的 不跟你们聊了 我坐这歇一会 雪糕吃完我就回家了 拜拜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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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